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聊一下垃圾桶收集的日期 您知道家里的垃圾桶收集有变动吗? 现在每家都有三个垃圾桶 黄色、红色和绿色 从现在开始,绿色的垃圾桶是每周收集一次 红色和黄色垃圾桶将两周收集一次 绿色和红色 然后是绿色和黄色 然后是绿色和红色 那么每个垃圾桶应该装的是什么呢? 本地歌委员会用四种语言制作了这个简单的指南 让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部分解释了不同的地点可以挥收不同的物品 这个绿色的类别指的是绿色有机垃圾桶 红色表示普通垃圾 黄色表示可以回收的物品 在本地歌周围的各个地方都有紫色的大箱子 任何玻璃制品都可以拿到那里回收 粉色代表捐给慈善机构的 你可以在这页上看到 每张图片都有个小的彩色数字表 这个指示你应该把东西放到哪个垃圾箱里 烤箱用的纸要放在红色的垃圾桶里 鸡蛋盒要放在黄色的回收桶里 食品垃圾放在绿色有机垃圾桶里 那么蓝色是否代表电器产品呢? 让我们回到第一部分 蓝色是6号在EgoHawk的回收中心 这里可以回收很多东西 红色垃圾箱不允许放置电子产品 它们必须送到EgoHawk的回收站 咖啡胶囊有两种选择 红色 甜麦垃圾 或者灰色9号 咖啡胶囊可以通过Terra Seco 或者Nespresso回收 垃圾分类很重要 如果你家有绿色的垃圾桶 你会收到一个小的垃圾桶和环保袋 这些袋子是特制的 你可以把食品放入绿色的袋子里 然后再倒入大的绿色垃圾桶里 所有剩下的食品 厨房用纸 树叶 碱汁 甚至狗屎 都可以放到绿色的垃圾桶里 这些将变成肥料再回到土壤里 您不能将塑料 及包装袋 包装纸 或者印刷材料放入绿色的垃圾箱里 如果你的环保袋用完了 你可以给委员会打电话 13402642 黄色的垃圾箱的物品将被回收 制成其他的产品 回收利用可以保持我们的环境清洁 可以持续发展的最好方法之一 纸 纸板 铝 钢 钵 和硬塑料容器都可以回收利用 确保你把物品单独放入 而不是放在塑料袋里 因为塑料袋是不可以回收的 红色垃圾桶的所有东西 都会被送到垃圾厂填埋 填埋的意思在地下挖个大坑 把垃圾埋起来 这对环境危害极大 希望我们一起努力 减少垃圾填埋的数量 这是非常重要的 最好的方法是 正确使用绿色和黄色垃圾箱 这样尽可能把可用的垃圾回收 或者转化成肥料 请参阅图测 如果你希望了解更多的信息 请致电13402642或登陆网站